大家好 我是學長 又來到今天的咖啡沖煮攻略的環節 要跟大家分享什麼呢 那就是大家很苦惱的冰沖咖啡 那冰沖咖啡為什麼那麼難呢 主要原因就在於是濃度不好掌握 一般來說呢 如果你用熱咖啡的沖法和比例 加入冰塊去做降溫 那已經喝起來會變淡嘛 那就不好喝了 因此呢 你就至少要把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水量 改成冰塊 這樣你才可以維持那個濃度 但這也意味著你只能用比較少的水量來做萃取 那這就是難度了 那一般人都會覺得 我現在要沖濃郁一點 我是不是應該把研磨度調得很細呢 這觀念其實是不正確的 因為你一旦調得太細了 雖然確實濃度會增加啦 但風味會變得很不正常 那我們研磨度要怎麼調整呢 要調整到只比你熱咖啡的研磨度 稍微細一點點就好 例如說你平常如果調4 那你可能調3.5就好 最多最多調到3 不要再細了齁 再細就不好喝了 那像我們今天使用的是 HALIO V20的磨豆機 原本我們用的是30的研磨度 我們今天調到25左右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濃杯呢 是HALIO V60的經典款的濃杯 用01濃杯 那01濃杯的流速很快 那香氣和果酸表現都非常的好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 先做比較清爽的 果酸比較強的 好 20克的豆子 那我們研磨度呢 比平常的熱咖啡呢 再細一點點就好了齁 平常用30現在用25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HALIO V60的濃杯 那我們先加入100公克的冰塊齁 100公克左右的冰塊 好先放在下面齁 我們等一下直接做冰鎮 OK 好 然後水溫的部分呢 跟平常一樣90度就可以了 拍粉 蒸8分針的整瓶 那我們今天的燜蒸先燜1分鐘齁 比較特殊一點點 水量一樣40CC 好 從中間開始 水不要太大齁 中間開始 3秒 往外 繞回中間 好 40CC左右齁 然後門針時間要1分鐘齁 會比較長 因為我們要做冰咖啡 我們要把更多的風味呢 擠到下面的水裡面齁 所以我們要1分鐘的時間 把比較多的香氣啊 酸質 在這1分鐘的時間裡面呢 盡量讓風味被萃取出來齁 然後等1分鐘以後 那這1分鐘以後呢 後面就很快了 但是給大家幾個訣竅齁齁 那個我們要有 我們有一個簡單的口訣就是 10、20、30、40 然後30、30 就是這個口訣 10、20、30、40 然後30、30 但我們沖煮過程就是這樣沖煮 你就可以搞定了齁 10、20、30、40 30、30 OK 好 還有10秒鐘 所以悶針時間是很長的 那你可以看齁 我們用90度的水給的時候 悶針狀況很正常 然後粉塵也不太會塌陷 好 還有5秒鐘 準備開始 10CC 在中心給水就好齁 好 準備 好 10CC喔 一點點而已喔 好 10CC 好 休息 然後第二段 20CC 20CC 好 休息 讓水流完 然後第三段 30CC 繞中間齁 不要繞到外圍齁 30CC 好 給完 然後40CC 一樣給中間齁 一樣給中間 好 40CC 給中間 讓它流完 好 40CC 那流完以後呢 後面還有兩次30、30 對不對 這兩個30、30 記得要灌水 要灌大水 好 流完以後呢 準備灌水 好 灌大水 繞一下 30CC 做出一點口感齁 這後面灌水是做口感 然後最後一次30CC 好 灌大水 繞一下 總共200CC 200CC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我給水200CC 然後呢 浸到我下壺的水是 可能只剩下 170、80 那但是我們下面有 100CC的冰塊 那這樣子 綜合起來以後呢 你就大概還是 維持你 1比15的粉水筆 好 做完以後呢 把滷杯拿起來 然後呢 進行的攪拌 讓裡面的冰塊 呢 徹底的融化 徹底融完以後呢 你裡面的 咖啡呢 就稍微 就溫度呢 就會降低了 那 但是維持一定的濃度 如果你 冰塊全部融完 譬如說你冰塊比較小顆 它融化的 可能速度會比較快一點點 等到全部融完的時候呢 可以再補 一顆到兩顆的冰塊 這兩顆的冰塊 目的呢 就是為了讓它 再維持冰一點點 但是它不會這麼快融化 你就可以維持冰涼 但是 還是可以維持很好的濃度了 好 這就是 清爽的沖煮法 練習完了第一次的 清爽版的 果栓版本 比較強的冰沖以後呢 那這一次的沖煮呢 只有調整一小個部分 但是呢 風味的濃度上面呢 跟甜感的部分 會明顯的 跟第一次有差別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 比較其中的差異 好 其實前面的部分呢 其實都一樣 只有手法上面 有一點點差異 大家要特別注意 20克的豆子 然後研磨度呢 一樣 使用25 不用調整 154個瓶塊 放 V60 放上來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水溫呢 是用90度 倒粉 一樣我們把它把粉蒸好 剛開始先做40C的粉蒸 好 中心點3秒鐘 水不要太大 1 2 3 往外 繞回中心 40C左右 好 然後悶蒸時間 一樣要1分鐘後 利用這1分鐘的時間 讓粉跟水徹底的 進行萃取 然後融到下面的 可以看到下面的冰塊呢 滴出來的水的濃度就會比較高 然後因為我們研磨度也比平常再細一點點 但千萬注意不要調的太細 太細就不好喝了 風味會很怪 層次感會很怪 好 所以只要調細一點點就好了 不用擔心濃度的問題 好 只要調細一點點 然後呢 我們悶蒸時間稍微拉長一下 然後後面的給水技巧就是 10 20 30 40 然後兩段30 30 讓它有點小醃水 就可以做出足量的果酸跟層次感 然後 其實蠻簡單的 但是其實就是設計的好 你們跟著學呢 就不會太困難了 好 我們還有10秒鐘 好 準備好 10 20 30 40 一樣中心 但是這次調整的部分是40的部分呢 我們不要中心了 我們40的部分改成繞圈圈 好準備好 來 10CC 中心點 10 好 休息一下 讓它低 然後呢 20 20 小繞圈 20 好 讓它流完 好 30 好 一樣是中心點小繞圈 好 30 好 那40CC的部分呢 就不要只繞中間 要往外面繞喔 這是跟剛剛不一樣的地方 好 40 好 中間給完以後 順順的往外繞圈 圈 給40CC 好 40齁 然後後面30是一樣的 就是要把它有點翻角 好 留光 然後最後兩次30 好 給大水 繞一下 好 等它流完 那第二次也是30 好 給 繞一下 好 30齁 全部給 200CC 好 就是10 20 30 4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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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這個感覺呢 會更過癮一點點 好 摸上去已經是冰冰涼涼涼的了齁 你可以再來調整你的冰度 好 這就是我們比較濃郁版本的沖煮法 跟第一段只有差一點點喔 好 那今天學長介紹了冰沖的沖煮法齁 我們使用哈利歐V60的濾杯 所以呢 只要你符合剛剛的沖煮法齁 要特別注意幾個事項 第一個就是冰塊 大概140C左右 第二個事項 是研磨度 平常在細一點點 第三部分就是依照剛剛學長介紹的這個 10 20 30 40 30 30 30 這樣的多次斷水的方式呢 做出層次和濃度 基本上你的冰沖都會很好喝齁 那第一次跟第二次沖煮法 中間一點點差異 就是中間那40cc的部分齁 你是選擇中心注水 或者是往外繞拳 其實對於整體的風味呢 差異性呢 就已經感覺到了齁 所以我們盡量沖煮的時候要細膩一點點 那如果各位平常喜歡使用V60沖煮熱咖啡的話呢 這個夏天一定要使用V60試試看 如何沖煮出好喝的冰沖咖啡喔 好 那今天的V60冰沖的示範呢 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咖啡沖煮攻略我們再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